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g Day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day 神奇能量水连喝七天包治百病还返现 两年卖了六亿,美国打 折网,圣诞购物神价直播 如果说有这么一种神奇的水,连续喝七天 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而且还可以治疗各种疑难杂症 甚至硫酸烧坏 疗脸 用了这种水 也能够完全恢复 您相信吗 是不是怎么听都敢 决相是在忽悠 可就是靠着这样的宣传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全国有超过6万多人参与 总共花费了6亿元人民币来购买这瓶水 这个水真有这么神奇吗 包治百病 买产品还反现 Some way Do we only click to buy originally Mitch 号称包治百病的神奇水 这种神奇的水叫做SSG生命 能量水 产品对外宣传 这是被地壳运动封存起来的远古海洋水 当地人称之为神水 得到多家中美权威机构的认可 不仅可以逆转 衰老 延长寿命 甚至包治百病 村里放牛娃的红斑狼窗被治好了 公司的创始人用硫酸烧坏了自己的脸 使用能量水后 恢复如初 整 各疗程只需要7天 如果在配合公司研发的漂浮仓一起使用 效果更 是神奇 不仅能治病 公司给出的回馈也非常丰厚 只要购买了产品 就立即能得到相应的金元反例 买得越多 反得越多 这些金元在公司自己的网上商城中可以自由兑换成人民币 如果介绍其他人购买 还会有一定比例的金元回馈 实地探访 地下水 神奇水真的 有这么神奇的水吗 根据产品包装显示的信息 神奇水的开采地位 于湖北省荆州市松茨县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找到了出产这种神奇水的地方 进入厂区 记者看到 所谓的罐装水摆放在墙边 地上还有 鲜结晶物体 鲜结晶物体 C-L-I-C-K-T Reviral Original Image 记者 地上怎么还这么湿 工作人员 他不是湿 这个水他含盐量特别高 全部都是盐 盐水 嘛 他含盐量特别大 可以把人飘起来 原来 广告中的患者能够在 飘浮仓浮起来 不是因为水有多神奇 只是因为水的密度比较大 广 告中还宣传 这种水神奇效果 得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的认证 而且专 门在当地设立了科研点 那么 这种水对人体究竟有没有好处呢? T- Humna Villainly Click to viewer Egenial Image 中国地质科学院荆州申请 附甲卢水科学官 策站工作人员介绍说 他们主要负责开采里面的锂甲元素 里面确实 甲含量非常高 甲矿对植物生长很有帮助 记者在当地采访的一周时 间内 这家公司宣传的各种所谓神奇水的谎言 人就被轻易拆穿 神奇能 量水 其实就是甲含量高的地下水源 人体漂浮 是因为水的密度很高 而治好放牛娃的红斑狼窗 以及村里很多人的重病 更是死虚乌有 Some I am willingly clicked over you Original image 高管跑路 公司人去楼空就在 记者在 湖北进行调查的时候 得知最新消息 公司实际控制人和部分高管已 精选款跑路 其余九名公司高管 以及销售团队负责人 也已经被警方踩 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记者立即赶往公司的注册地 安徽合肥 Some My feeling only Click to buy a wallet by Nally Mitch 记者到达这家公司注册的所在地 发现已是人去 楼空 原来的标台也被拆除 贴纸都被撕掉了 隐约还能看见一些痕 记 给我七天时间 还您青春二十年 Some new value Only Click to buy a wallet by Original image 在公司厂房内还有一个体验馆 这也是所有前来参观的体验者在 这里的最后一站 公司运行期间 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体验 这进行漂浮疗程 在这里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漂浮舱 倒入所未能 凉水之后 人就可以在舱内漂浮 达到治疗保养的效果 Some Nine feeling only Click to buy a wallet in Elimage Some Nine feeling only Click to buy a wallet in the image 神奇水宣传片化 面神奇水公司法人 按照国家标准产品是不合格的合肥公安部门提供 给记者部分的案型资料显示 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利用所谓能量水位在 通过网络拉人头 进行传销 Some Nine feeling Line Click to buy a wallet in the image 再上 图这份传销组织的发展卖络图中 可以看出 每一层都在发展下限 最多的发展了204级下限 总参与人数超过了6万人 短短两年时 先 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传销网络 在合肥市肥东看守所 寄 这见到了公司法人代表的王叶春 Some Nine feeling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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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